但是我们想 如此多的豁明豁暗的势力 马丁·路德金都伤害到了他们的利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马丁·路德金发表了 《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之后 在1968年4月4号的时候 厄运降临 这一天马丁·路德金在孟斐斯市的 一个叫洛兰旅馆的地方 在阳台上突然间 一枚子弹打过 打着过他脖颈 穿过他的镜头脉 马丁·路德金当场死了 那在巨大的民怨之下 美国政府也得赶紧征扩着 发现就在这洛兰旅馆 斜对面有一个公寓 在公寓里一个房间里 发现了主席马丁·路德金 有人在这里架上枪 对马丁·路德金开了罪恶的一枪 那么一调查 说有一个神秘男子 从这个楼里跑出去 驾驶个白色野马车往南开 过了一会儿又往北开 警察一追踪 发现有一个包在那扔着 里边把枪啊 什么各种各样证据都找着 最后很快的把这个男的抓住 这个神秘男子 名叫詹姆斯·厄尔雷 是个惯犯 他也公认不回 就审他的过程当中 就有点像例行故事的事 这事是不是你干的 是我干的 你承不承认 我承认 你是不是抓姜 承不承 交代完了 好判了 可是在最后判的时候 法官说 你在没有任何密谋的情况下 自己独立完成了这个案件 所以判你终身监禁 突然间詹姆斯·厄尔雷在反应说 不对 不对不对不对 这事是我干的不讲 但是我不承认没有密谋 这背后主使是谁 因为几乎所有美国人都不相信 詹姆斯·厄尔雷干这事 只是因为他仇恨黑人 仇恨黑人运动 因此恨上了马丁路德金 所有美国人都不相信 他是因为这个意愿的 物证很充分 詹姆斯·厄尔雷杀害了马丁路德金 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问题是还有其他人参与吗 肯定背后有主使人 但在庭审就这么不了了之 最后宣判的时候 他来这么一句话 你想能不引起宣传大伯吗 可是没想到法官说 好好好 老道 我只是问你 对判终身监禁 你认不认罪 那我认罪 那好 完事 草草的 这过程就完事了 你琢磨琢磨 大家能不怀疑吗 而且这个案子里头 这疑点太多了 他一个人是怎么完成的 他经常进行小规模的犯罪活动 例如抢劫 但他并不是很狡猾 在一次抢劫中 他把钱包给落下了 他是个笨贼 经常被警察说抓住 怎么这个事 他一个人能独立完成的 如此周密最后得手呢 谁能相信他没有背后主使人呢 所以这个事 当时引起了宣传大伯 隔了好多年 都有人不断地翻这事 所以时至近日 我们一提起马丁路德金的死 依然还是个谜 但是几乎所有人 都在心里默默地认定 这个背后一定有某种势力 要取马丁路德金的性命 所以在这个案件的背后 我们说很清楚是雷沙的 但是我们也说 可能这其中有个阴谋 那么我们看 马丁路德金一辈子倡导 非暴力 可是呢 仅仅39岁的他 却死于暴力之中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有 独特的纪念意义的 那么马丁路德金的思想 根源从哪来呢 他1959年去了一趟印度 印度有一位了不起的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倡导人 印度圣雄甘地 甘地就是坚持非暴力运动 甘地是什么认知方式呢 就说你用暴力来取代暴力 或者打击暴力 这是不可取的 圣雄甘地就认为 暴力取代暴力 只是恶与恶的循环 非暴力为什么了不起呢 我们采用静坐 集会 游行 抗议 等等非暴力举措 因为非暴力者 能够坦然地面对暴力的打击 他就拥有一种 比暴力要强大的多的力量 用非暴力对抗暴力 并不是用善抵抗恶 不是抵抗 而是用善 改化恶 驯化恶 所以我说 马丁路德金 他的遗产 听起来我有一个梦想 就是人人平等 消除种族歧视 其实我倒觉得最值得我们现在提倡的核心 他的梦想实现的方式是非暴力的 所以马丁路德金的梦想 绝不仅仅在于消除种族歧视 我觉得他最合理的那核在于非暴力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马丁路德金作为民权运动的领袖 他和之前的甘地 之后的纳尔逊曼德拉 是等量器官的 是世界民运史上公认的了不起的美人 所以美国把每年一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 定为马丁路德纪念日 享受这样荣耀的在美国 只有三个节日是一个人定的 一个是发现美洲大陆的哥伦布 一个是美国的开国领导人华盛顿 再一个就是马丁路德金 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到 马丁路德金在民权运动领域之内 崇高地位 谢谢大家